在上一个视频当中我们讲到论月的计算方式 当中也提到我将会有一个视频 介绍大家如何去推算流年流月跟流日 今天就在这个视频教大家怎么来去计算 流年非常简单 相信你们的排盘软件当中已经显示出 哪一年就是流年了 比如说你现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我用的是我莫天机的电脑版本 那今年是2023年 在12个工位当中 其中个工位就已经显示2023这个字样 就是交友工 所以呢 交友工就是流年的命工 每个人的流年命工会是在同一个位置上 可是不一定是交友工 可是地质的位置是不变的 每个人的流年的命工 就是2023年 一定是他在命盘左下角 从下往上数第二个工位 那正好就是交友工 可是这个是以这个命主为例的 你的也许不是交友工 那交友工呢 我们知道是2023年 你看一下他的地质 地质显示卯 卯这个字呢 代表的主项就是兔子 那今年是兔子年 到了明年就是农年了 所以明年2024年 这个命主将会来到千亿宫 流年命工 因为他在千亿宫的这个工位上 那我们知道了流年的命工会踏在那一年的那个工位上 你就可以顺着顺序把舍格工位来一一排上 就是流年命工 流年兄弟工 流年子女工 流年夫妻工 流年财富工 以此类推直到 算到最后的就是流年父母工 就是流年命工之后的那个工位 这个就是流年舍格工位的排列方式 以及计算方法 非常简单的 可是到了流月呢 你就要比较小心 那流月怎么样来找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看一下 你的影工的这个工位 是什么工位 每个人的影工一定是在命盘 左下角的那个工位 这个人他的影工就是在关禄工 所以呢 只要记得你的影工的那个工位 那一年的流年影工的工位 就是你那一年的一月份 那怎么找到 到底我这个流年的关禄工 他在什么工位呢 我们知道 从命工开始算起 关禄工就是 从命工开始之后的第九个工位 从命工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定是他到关禄工的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知道了流年的关禄工 你知道的关禄工是从命工开始过后的 第九个工位 那你就可以从流年的命工开始数 数到第九个工位 就是那一年的流年关禄工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流年命工在交友工 对吗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 2023年嘛 那一年就是流年命工 第一个工位 第一个工位 关禄工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你数到第九的时候 你就刚好踏到命盘上的子女工 所以以这个命主为例 他的流年关禄工 就是踏到本命盘上的子女工 那个工位就是他的 2023年的1月份 大家清楚吗 不清楚的话 你再重复的再听一遍 那么你知道的1月份 那你就可以同样的道理 把流月的命工 兄弟工 夫妻工 子女工 财博工 十个工位都排上 同样的流月也会有十个工位的 那接下来呢 最后一步就是 就是推算日子的时候 日子的推算方式 我们在上一节的那个论月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过 不过这里再重复一次 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去找 流月 那么1月份在子女工 1月1号会在哪个工位呢 可能你的答案是 同样的在子女工 可是告诉你 不对 我们必须顺时针的退下一格 所以呢 将会落在命盘上的夫妻工 那么1月1号将会落在夫妻工的 2号就是兄弟工 3号就是命工 以子类退 所以你就可以顺着顺序 顺着时针一直数下去 数到这个月份的最后一天 同样的道理呢 流日也有十个工位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演绎一下 比方说我现在想知道 2023年1月1号的流日的十个工位 怎么样排列 我们来示范一下 2023年1月1号 它的工位是夫妻工 那么夫妻工那个工位就是流日的命工 子女工就是流日的兄弟工 财博工就是流日的夫妻工 以子类退 你就可以把流日的十个工位 从命盘上找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流年流月流日的计算方式呢 其实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经验谈 就是比方说某一日 你有一些特别奇葩的事情 特别的经历 你很想从你的命盘当中找答案 如果你知道如何去推算流年流月流日 那么你就能够从你的命盘当中去探索 你所经历的这件事情 从命盘上如何来解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影片 欢迎你点赞 收藏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